一步走 花芳萍 流光一世 男儿知 英雄梦 岁月如书 江山梦 儿女情 历史如伦 谁 风雨如山水天 彰起临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风眉永故 乘天地五十月 千秋万代光泰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奉备永固 乘天地五十月 千秋万代光泰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奉备永固 乘天地五十月 千秋万代光泰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奉备永固 乘天地五十月 千秋万代光泰永存 如果败了呢 末将死而无怨 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 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 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 以证明侯爷大功无私 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 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 改封末将 末将定会上报语文上书 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比侯爷 秦叔宝愿意五将军一事 若在下输给五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 以证明侯爷毫无偏思之心 好 我就用这场比武 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 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 尽管说出来 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我才来反悔 尽管侯爷赏识 比武开始 小弟 让我先来吧 嗯 请 请 请 大哥 大哥 停手 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 胜负已分 来人 在 五魁按军中仪式联葬 并拨白印五百两 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是 侯爷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书宝 为大营棋牌令 谢侯爷 反了反了 一个佩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 侯爷 你不把他问斩 还要封他为官 你这不是寻思是什么 我要去京城告发你 将你一旗治罪 报我哥哥枉死之仇 大胆无量 你们要仗的是 语文化级的外甥就撒野 比武伤亡 各安天命 来人 是 无量扰乱军心 吞出去 走军帐五十 扣享三月 把他推下去 是 罗毅 你寻思杀我亲兄 我一定要报仇 我一定要报仇 秦书宝 从现在起 你就是冀州棋牌令 你要好好学习军武听后差遣 遵命 大帝 我找你啊 表哥 有什么事啊 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 想请教你一下 改天吧 我今天有事 嗯 又去找冰冰啊 你们两个 过来 是 哎呀 我三天没见他了 他一定闷得慌 这边 这边 我跟你说啊 这样更好 他受不了了 自然就会回家 你这样偷偷摸摸出去玩 万一姑父知道了怎么办 哎 不会 哎 我爹今天去西营了 不会回来 哎 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 谁会知道啊 哎 冰冰他一个人待着 一定很闷 我要是不陪他 我会过意不去 哎 军机的事 我回头告诉你啊 我先走了 哎 不 表弟 表弟 对对 站起来 来呀 快点来呀 请帮我捡来 好 娘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 你家家到哪儿去了 干嘛不捡啊 冰冰 这是我娘 冰冰 你娘 那就是舒宝哥的姑姑了 我就跟舒宝哥一块儿叫吧 姑姑 等等 这位姑娘先别乱叫 程儿 这是谁家的姑娘 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她 她是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 我见不得人吗 我不是冀州人 我是从二贤庄来的 我姓善 叫冰冰 姑姑啊 你叫我冰冰好了 善雄信是你什么人 是我二哥 不要 冰冰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 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 原来是个贼女 你爹为了舒宝跟贼匪交接 已经怒火中烧了 你干嘛 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 舒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 害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哎 娘 冰冰她本性纯良 跟她二哥不一样 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 我还以为是从舒宝那里学来的 原来是招了这个贼女 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哎 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 假如她开心 我开心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 罗大哥 你娘亲她怎么这么瞒不讲理呀 我们不要理她 走 我们玩去 放手 冰冰 开心 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 男女授受不清 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 你简直没有家教 娘 你别再说冰冰了 你这个不孝之子 还替这个贼女说话 你赶快给我回家 跪在祖先面前 好好思过 娘 我 冰冰 你别再跟我娘吵了 一个女子 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 这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吗 你 你想 你想供应我们罗家的子孙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 你是个匪贼 谁心爱你们罗家了 我是来找书宝哥的 什么书宝书宝 你真不要理 你 我们秦家 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罗宸 你怎么不说句话 我 你说问心无愧 我才开心得好去哪儿去了 冰冰 我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冰冰 要不你先回去 我迟点再来找你 什么 你还要跟她见面 谁心爱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 不见就不见 口口声声地说对我好都是假的 见了你娘的面 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 以后啊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冰冰 站住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回家 跪下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跪 你还不知错 你交集二贤庄的那个贼女 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你们还在街上玩耍 嬉笑 简直是不知廉耻 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冰冰不是贼女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势利益 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 你们说我有什么错 她有什么错啊 再说了 你为什么要骂她 为什么要赶她走啊 我今年都二十三岁了 我难道连嫁一个朋友的自由 都没有吗 你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罗姨的儿子 你 厂哥 你不要拦她 你要出了这个门 就别再回来 我就当没胜过你这个不孝子 爹 你们讲讲理性的 行不行啊 哼 没出息 为了一个女人哭 如果你还想和那个贼女在一起 你就不要叫我做爹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 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 如果不是 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承儿 你真的很心为了这么个贼女 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 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 承儿 我们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娘 承儿 你可怜娘 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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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恐怕那个贼女回来 引诱她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冰冰她不会再回来了 你还说 姑姑姑父 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 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 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都是你不好 引了那个贼女回来 和你表弟在一起 还好我们发现得早 如果不是 她也会学你一样 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表哥 冰冰被娘骂走了 你还说 什么 冰冰走了 你去哪 姑姑 冰冰那么急着性子 她肯定是要回家的 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 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不可以 你是我的棋牌令 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姑父 姑父 就算你把我搁职 就算你把我发票边疆 我也要去 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我怎么对得起上二哥呢 不用去了 说吧 我已经派人去了 一个时辰前 我就知道她一根出城了 我派了燕运十八旗的其中三名真旗 沿途保护她 直到有人接到她为止 燕运十八旗 表哥 你放心吧 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 冰冰不会有事的 爹 谢谢你啊 谢谢姑父 秦叔宝 你擅离职守 明天回营 法军账二十 你 三个时辰 不准起来 不准偷任何人说话 你真不要脸 我们秦家 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不准起来 表哥 表弟 怎么 现在就要去辽东吗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你也快要回山东了 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 等我服完了行以后 我随时可以来积州看你啊 你可以 这样独自来往真好 我就没那福气了 有时候啊 我在想 吃一顿饭 交一个朋友 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表弟 别这么说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 等你长大了以后 我相信他们 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 希望是吧 对了 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 把这个交给她 然后 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表弟 这是你的信仪 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 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我这么没用 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她只是一时生你的气 你对她这么好 我相信她一定会想见你的 嗯 说的也是 她真的会见我吗 放心吧 嗯 说的也是啊 那我就自己交给她了 那我走了 多保重 嗯 嗯 二庄主 二庄主 什么事儿 小姐回来了 回来了啊 啊 回来就回来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二哥 二哥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啊 女孩子家 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 这成什么体统 二哥 有人欺负我 有人欺负三小姐 这怎么得了啊 什么人欺负你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你是说书宝的姑父罗毅一家 他们怎么欺负你 他们说 你是盗匪我是贼女 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我是盗匪怎么了 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 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剑 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 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罗成 书宝哥的表弟啊 哼 我明白了 冰冰 来 我跟你说啊 那些封官封侯的 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 自己为了不起 以后 这些朋友不交也罢 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 哼 那 现在你明白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 交朋友不讲究背景 不讲究利益 以后 不要跟他们来往 免得被人家小看 说我们高攀 明白吗 可是我不服气 他娘这样说我 好了好了好了 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 先去洗洗 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 去吧 书宝 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 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 你都清楚了 差不多清楚了 好 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 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 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 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多谢姑父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 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 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 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 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尽管说就好了 多谢姑父姑母 我代娘亲感谢你们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 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嗯 姑姑 那我先走了 嗯 你要多保重啊 好 夫人 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 我就这么一个侄儿 我的身体又不好 今日一别 还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呢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我看她 一直都执迷不悟 我怕承儿回来之后会受她的影响 为了承儿 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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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什么事啊 刚才经过的那个人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大人日理万机 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 哪会放在心上呢 不管他 走 赶快到店里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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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来数玉佩 你是 你不认识我了吗 原来是兄弟你啊 你现在衣着光鲜 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一定是飞黄疼的 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 对 你的玉佩我都说过 没有人要的了 看来 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 看看 完好无缺 原物奉还 谢谢老板 姑娘 客官 怎么样 我这摊子 练子玉佩手镯 应有尽有啊 您看看 您真有眼光啊 这是我们这儿的 这是怎么了 老板 这里出什么事了吗 来了这么多兵 没什么事 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寻查 寻查什么呀 趁机搜夺 见什么拿什么 还不给钱 去哪抢哪儿 谁都遭殃啊 诶 客官 这个怎么样 哦 我要了 给我包起来 好嘞 住门口 不许任何人出入 是 这怎么回事啊 看 哎呀 哎呀 这么多大哥啊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啊 我们兵部侍郎语文大人包场 所有仙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哎 结账 结账嘛 结账哪 哎呀 哎大哥 大哥 他们都没有结账啊 你看不到吗 今天语文大人包场 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 你好好招呼大人哪 哎 这样好点了 哎呀 大人已经到了 哎呀 哎 你一定就是语文大人了 哎 你大驾光临 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 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尽管吩咐 老婆 阿旺 快过来 哎 一起拜见大人 拜见大人 再叩头 算了 三 你是这儿的老板 没错 有什么尽管说 我这次来陆州寻查 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儿弹琴弹得不错 嗯 我过来看看 如果真是大美人儿 重重有赏 嗯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雍脂俗粉 小心我把你这个店 一味平定 嗯 嗯 千万不要 哎 哎 大人 你真是疯呀 哎 我这里弹琴的那个 哎 人如白雪 冰清玉洁 眼睛水汪汪的 哎 国色天香 大人你见过之后 包管你喜欢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 嗯 老婆 哎 立刻叫蓉蓉下来 就说有贵便到了 哎 马上来马上来 蓉蓉 哎 没错 大人她真的叫蓉蓉啊 嗯 大人 人带来了 大人你看哪 啊 曹廷钦犯把他给我抓起来 哎 误会了 我藏钦犯 罪甘万死 除了钦犯之外 统统给我杀死 走 走 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抓住他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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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落在我手里 你还想逃跑 守住马口 是 走 跑啊 你不是想逃跑吗 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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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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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不要 救命啊 救命啊 不 好啊 你跟我玩真的 你 什么人 站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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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 你找死啊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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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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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勤犯把他给我抓住 是 站住 快 追 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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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你来了 开门哪 谁啊 快 给我找一个房间 哎 这是 老板 这是我妻子 我们遇到了强盗 她受了重伤 你给我找一个房间 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好 小二快带她进去 这辈子 行 谢谢 来客官请 快 小二哥 你帮我烧点热水 行行行 等等 去 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走 着 第一个 好 我 przez che 大家不要跟 客ault 你大夫请来了 大夫 快请 大夫 他怎么样 有没有生命危险 已无大碍 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内人 夫人伤及了下腹 但是没有伤及要害 所以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伤后路上颠簸 导致失血过多 还需要好好地调养才能康复 大夫 只要能把他治好 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好好好 多谢公子 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 没有 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 恐怕要另立其切 怎么说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 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 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明白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夫人的经脉紊乱 肝气上升 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 新病还需新药医嘛 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 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 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我明白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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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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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好 来 王姑娘 水来了 来 喝 你是水 你别过来 别过来 王姑娘 你别 别紧张 我 我是秦大哥呀 你是语文之急 你是语文之急 你走开啊 你走开 走开啊 王姑娘 你好好看看我 好好看看我 秦大哥 啊 走开 你是语文之急 王姑娘 走开你 走开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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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 你是 你是秦大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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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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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啊 啊 你认得我了 我 我当然认得你啊 你救过我 你救过我 可是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秦大哥 啊 啊 秦大哥 你不想报仇吗 报仇 他们是朝廷中人 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 这仇能报吗 你报不了 还有我 就算我报不了 天下还有功力 只要有目标 不要灰心 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啊 啊 王姑娘 记得 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 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从那天起 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 今天 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 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 鼓励你自己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为了心中的冤居 套换一个公道 这玉佩 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 可惜 佩再认我 对了 我不能死 我要替我爹平凡原情 替我家抱着血海深仇 我不能这样就死了 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对了 为了你心中的目标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清大哥 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 事不相安 我姓李叫荣荣 李成功是我的爹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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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姑娘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 没关系 你昨天晚上外出 就是为了这琴 我知道这把琴 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上次十分匆忙 忘记把它带走 昨天我看你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趁你熟睡的时候 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 这琴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 不好意思 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李姑娘 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你看看合不合身 我这身衣服 是你替我换上的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你不用紧张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这种小事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李姑娘 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我们要去哪里 我想回山东历城 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 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 再做打算 你看好不好 那就多谢琴大哥收留我 不客气 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有的东西 嗯 李姑娘 这个 是我新买的 我送给你 谢谢 你对我的帮助 你对我的帮助 人乱纷飞 人间冷暖 儿女情长富贵梦 有谁知 苦海无边 情都除开 千金女 一朝后满缺南渊 沦落风尘 泪洒千年 苍天恨 到时红颜多过敏 还已灯绵 再续情愿 愿天下永太平 再爱已绵绵 美好姻缘 不难全 吹意当年 要续情愿 愿天下有情人 再爱已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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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培培芽 做好油 昌瘦花金培玉米油 提醒您关注精彩节目 益安宁丸 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益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珍贵祖方 百年传承 做好药 贵有恒 益安宁丸 祖方精妙 由冬虫下草 鹿茸 西红花 海马等 十四味药材精致而成 一颗平安心 百年益安宁 益安宁丸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 小药丸 有能量 心安宁 人安康 2007年 益安宁丸 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一颗平安心 百年益安宁 五种皮肤感染问题 快用百多方牌 莫皮螺心软膏 小腹痛 怎么办 上京东 买金鸡胶囊 白带浓 腻味重 怎么办 上京东 买金鸡胶囊 金棕 妇科炎症别担心 经济胶囊 照顾您 透明品质 守护仙城 柯迪原生牛奶 奶是鲜的好 柯迪原生牛奶 我先往红奶哦 目标锁定 游泳家 出发 电视猫了 拿来点乐趣吧 美之园满满鼓励 平报乐趣 看 看剧想鼓励 让乐趣上演 美之园 美之园 鼓励城 扫瓶山 享热剧 学武术 赵宋江 宋江武校 美名扬 安居客 全房源发布网 更多品牌中介 发布房源 中介商家数量 遥遥领先 无论新房 二手房 挑好房 上 安居客 北京中科 白电方医院 400-158-2233 400-158-2233 400-158-2233 安居客 全房源发布网 中介商家数量 遥遥领先 复科炎症 别担心 经济江囊 照顾您 他们说 你应该 不苟言笑 不解风情 内敛深沉 武师斗鼓 那是过去 年少轻狂 血气方刚 不循规蹈矩 不恪守成规 这才是我 国事无双 黄飞鸿 我是郑凯 山东卫视 风度少年 翩翩而来 北京华博医院 升职健康 与博院症专业 010-5931-3333 吴雷 你功课都做完了吗 我不逼你 沉浸 来身外治 分达 好喝好玩 去发现 济南 中医 癫痫病医院 0531-6998-0660 济南 中医 癫痫病医院 0531-6998-0660 新的乐视大波浪 经典人味啊 哇 好浓郁的土豆味 口感超紧脆 满嘴更带心 乐视大波浪 口感超紧脆 分离的排布洛芬 缓式胶囊 早一例 晚一例 缓解多种疼痛 分离的排布洛芬 缓式胶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